现在时间9月13号早上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缩量之后的震荡性的一个行情 和我们在昨天早评预判的一模一样 对吧 整体市场并没有形成一个放量的一个走势 而且板块轮动继续的一个加速 尤其是我们看昨天的大金融板块 房地产板块 酿酒板块是跌幅居前的 这三周往往是周一形成一个放量上涨 那么周二之后整个市场形成一个缩量 弱势一个行情 对于今天行情怎么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的一个走势 道雄主微跌0.05% 纳萨克主下跌1.04% 标牌指数下跌0.57% 英国德国法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跌 中概股方面昨天收盘下跌0.43% 同时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是在7.3以上 我们要再次关注一下美元指数 目前是一个震荡反弹 没有形成一个大幅的贬值 是一个升值的状态 A50指数方面昨天上涨0.17% 对于A股市场我们怎么来看 首先从结论上 我认为今天是一个震荡下行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近期一代强调整体在周一的时候发现没有都是利好消息的催化下形成一定的放量而所表现的出的是什么量能足极的萎缩一股作气赞而衰三而解并且我们看到在周一的时候就走出一个冲高回落走势有上一线也就是本周一其实也仅仅是半天的行情那么下午走出震荡下行昨天更是量能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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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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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短暂的突破就形成个顶部 同时突破需要放量 对吧 整体量能是持续的放大才能够突破 但是时间比较短 以及我们再关注一下3220年附近 其实这个位置我们也重点强调过 今年的2月份以来 其实就是在3220年附近 形成一个主要的支撑和压力 尤其是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 到6月份围绕着3220点 形成一个展幅震荡 高点突破一下3300点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压力下跌 那么好 目前的市场的压力在哪个位置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3150年附近 我再次想调一下 是在这条线3150年附近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看到指数快速跌破320点 同时在3150年附近 形成短暂的支撑 然后又是一个快速下跌 对吧 这一轮反弹我们看到 首先的压力就是3150点 形成回落 再形成一个突破放量 对吧 然后没有持续性的放量 再次形成一个跌破 跌破往往也是一个快速下跌 同时我们看到 在本周一的时候 3150是压力 好了 如果说3150是一个重压力的话 没有形成一个放量 那么后期将会形成一个震荡下行 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现在指数其实上方 首先面临的是3150 其次是3220点 以及3320点附近 是一个重压力 从技术上而言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句话 能量永远循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 什么意思 如果说要向上突破 需要放量 那么下跌往往不需要放量 下跌往往是什么 缩量就可以下跌 因为下跌是没有阻力的 同时我们投资人要知道 它从高点跌破 再次形成一个快速上涨 它要突破阻力 需要的是什么 放量 连续突破阻力 需要连续放量 对不对啊 好了 再从第一点3053点连续震荡反弹 能不能形成连续放量 并没有 所以说整体我们强调不会突破一个高点3220点 这也是我们在上一周重点强调过 那么好 量能持续萎缩逐级的震荡下行的话 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区域有没有套牢盘 其实套牢盘比较少 我再次强调一下 从3150点如果跌到3053点这个位置 其实套牢盘比较少 因为什么 它跌下来是一个缩量下跌 所以说如果今天下跌 大概率也是一个缩量下跌 同时从昨天的盘面上很清楚的能够看到 保险 证券 还有银行 酿酒 房地产 这些都是权重啊 包括半导体 这体现出的什么 大金融 大科技 大消费板块 都是跌幅局前 也就是内资根本就不护盘 而我们的汇率方面也没有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升值 仅仅是升值一天北向资金净流入二十几个亿 对吧 昨天又呈现出流出的态势 那么在叠加上昨天晚间欧美市场的下跌 以及成交量没有形成一个放量 那怎么指数是一个牛市性行情 怎么指数天天涨涨涨 涨不了 所以说对于今天市场 我是看空的 而且是一个震荡下行 这个下行刚才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这个位置下跌没有什么量呢 所以说下跌也是一个缩量下跌 再次强调一下抄底的时间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9月25号附近 所有观看我们视频的投资者请点赞 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的下方打666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所以本周行情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数据 对吧 那么这个数据我们看到 8月份的金融数据是超出市场的预期 以及我们要关注一下 本周五是8月份全面的经济数据 我们仍然要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